你剛剛左手邊的那個選單的排序以外 其實你可以加一些東西進來的 那個東西就是我們剛剛的版面配置的部分 您看一下 你看像我在這裡 我是有放一個大片還有倒數 對不對 事實上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放進來 這個就是有彈性可以置信的地方 您一樣進到這個版面配置 你看我們左手邊 這個叫做白欄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您覺得怎麼樣 不想打聊天按個加 你就可以從這邊增加 有時候像Google他一直要推這個加一 到處都有看到加一 但是很多人就不喜歡加一 所以他這個部分不太容易拼過FB 但是不管他 你看我們再往下找 我們剛剛那個叫瀏覽 剛剛那個叫瀏覽 那麼你也可以單純加這個文字 比如說你想要針對這個部落的做一個說明 可是他不想要放到最上面這裡 那麼你可以加上一個單純的文字 我按一個新增 好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文字框 很單純的就是點一下他 在裡面打字就這樣而已 好 所以你可以做一個這是我的 你可以有一個標題 至於標題要不要顯示都沒有關係 好 這是比較單純的 那還有一個機會 在下面這裡確定 你看左手邊有沒有查下來了 這個當然標題要不顯示也沒關係 那一樣 如果要命順序不對了 你就按著他拉上來 是不是他都調上來了 所以這個事件還蠻單純的 編下去 一般我們最常用的 除了這樣子一個訊息以外 還有就是什麼 袋鼠有看到了 你看到哪一天你要做袋鼠自己加進來 那你有可以插入圖片 像我們剛剛那個文字 比如說這個文字我就不要上文字 你可以編輯一下 好 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發現可以插入圖片 所以你知道我圖片怎麼插入了 其實你可以找自己喜歡的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 我們只要用自己的照片 你可以自己找到你喜歡的 你可以用連結的方式把它叫進來 你也可以直接 我不用放進來 我就直接貼上來就好了 圖片網址 按右鍵 複製印象網址貼上 好 這樣就有了 所以這個部分 這樣這邊就變了 這樣沒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看到了之後 我們需要再看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除了調整這個價格以外 我們的內容 也許你剛剛是有編過好多次了 但是有些時候 我就要歸你們這個經驗 編輯文件的時候 難免怎麼樣 不小心 擺錯了 然後手又不聽話 又把它按存檔又關閉 會不會這樣子 有可能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說用新版本的 它有一個 歷程可以救回來 好那Office 那我們就 檔面上也有 你可以找到這邊來 你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 更多裡面 我們剛剛是有一個管理寫作平台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這個 上一段所謂的頁面的編輯歷史記錄 你編輯的過程 它都要記錄下來 隨時可以復原 你也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你也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好這個就是用雲端最大的好處 最大的好處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過來 找到它頁面 好比如說像我剛剛首頁我編輯好幾次 我點到這裡 點進來 你點到找到那個頁面之後 有沒有一個叫修訂紀錄 好這個你已經確定 知道那頁面 其實直接進到那頁就好了 就不用進到頁面 好你看 按一下 好 我現在已經有幾個版本 有沒有已經有三個版本 所以你可以隨時回去看一下 要你確定這個版本是你要的 你就告訴它 我要回到歷史上的今天 就回去了 就這麼簡單 可是你總是想要看一下 到底以前是哪一個版本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它就可以先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幾天前的版本 有沒有 哪一個版本 你要不要馬上款 甚至也會比較一下 兩個版本有哪裡不一樣 這個是有刪除的 我事實上是新增 我事實上有新增東西進來 這樣你了解吧 所以你看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有沒有就比較容易掌握住了 即使今天多個人一起來編輯這個網頁 我也比較不用擔心別人刪掉 好 來我把畫面就還給您了 找到這兩個地方 你可以去看看 一個是我們剛剛 版面配置裡面你可以新增加 不管是頁面還是倒數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麼第二個呢 每一個頁面都會有一叫做修訂紀錄 修訂紀錄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說你剛剛編輯的歷程 外面要回去的時候 就把它反扭回去就好了